我们家所有的钱 都在这张卡上了 剩下的 容我一些时间 我给大伙慢慢还 这 爸 你哪来这些啊 杨阳 跟你说算一算 还欠大伙多少钱 该还的都还上 还不上的呢 我给大伙写个欠条 嫂子 你这 对了 你叫几个人 给我帮个忙 帮什么忙 帮我办个家 现在这公司啊 也卖不上什么价 不过这别墅 还算值钱 再说 我们娘俩再继续住在这 也不踏实 嫂子 你 你 你这是把房子卖了钱 这 这 我不能拿这个 老刘出了事 也就是我们一家里的事 我不能让兄弟们 跟着一块儿背这个债 拿着吧 这 哎呀 你就拿着 你 嫂子 这样 这件事呢 就到此为止了 工人们的工作我来做 剩下的钱 我们不要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咱们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你先去忙吧 那 那 那我去 妈 咱把房子卖了 我们住哪儿 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有地儿住 这两天抓紧时间 赶快收拾吧 啊 东叔 哎呀 下座我放好了 谢谢你 还来家里帮忙 别客气 应该的 主要是太太要回来了 这个家得收拾收拾 有些东西该换的就换 这个不能换 这是太太最喜欢的牌子 我帮您搬 你搬下面的箱子 杜叔 这些也要收起来吗 这孩子的所有的东西 都要收起来 免得太太看见了受刺激 女先生没有疯 可你觉着她 能放得下 就别说梅先生 就是陈小姐您 又能放得下吗 对不起 陈小姐 没事 都是我 是 一晃十几年都过去了 上去吧 一 小羊 二 二 二 给我呀 给我呀 走吧 小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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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大小虎子都扑个屁了 男子汉大丈夫 从哪儿摔倒啊 从哪儿站起来 就知道 不哭了啊 乖 青阳 老刘 走 回家吃饭去了 有黄黄豆吗 有 你想吃什么都有 走 走 来 吃饭了啊 走 一起大马路 走 妈妈多保持了 妈妈多保持了 青阳 别站着了 快上来吧 往哪儿摔倒 走 快上 走 走 天 我回来了 真是老了 上个楼不那么费劲 小儿子 还站在那儿干什么 快进来 还记不记得 七八岁之前 咱们家就住在这儿 那会儿没这么多的家具 我跟你爸在工地上干活 这堆的全是工具 涂料桶油漆桶 摆得满满的 就这么大一点地儿 你小时候真是调皮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行 一头栽到那油漆桶里头 提上来的时候 整个一个小白柱 妈给你洗了 三天都没洗干净 妈 咱真住这儿啊 住这儿 哪天你爸回来了 他一定能找到这儿的 这地儿怎么住啊 你说你现在这身体 不住这儿住哪儿啊 妈都想好了 这日子还得好好往下过 当年咱们干什么 今后咱还干什么 您还要当回你码工啊 妈这一辈子 就学了这一门手艺 咱就干这个 好好干 赚了钱 尽快地你供应我把钱还上 行了 别站在这儿 收拾收拾吧 全都是土 这腿 妈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我来想办法 你上哪儿去啊 父亲 夫妻 继续 一个 acontece 你 素ön 一 fix 他 我